五王伐咒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哪见青铜器记载了周五王灭伤后 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先祖这一事件 A 历鬼 B 天王鬼 C 秦鬼 D 姿鬼 请答题 A和B特别容易混淆 A是记载了五王伐咒的历史事件 B是五王伐咒之后 灭伤之后在祭祀天地的这样一个事件的记载 他俩的名文实际上记载是不一样的 看到场上六位选手 有两位提交的答案 与其他思维是不一致的 我选的是A 后来想了一下 A是记载的五王伐咒这一件事情 然后天王鬼应该才是说是举行祭祀大典纪念先祖这一件事情 B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我选了A 他是陕西临同处的 离我家不太远 但是确实应该不是他 我选了B还是不能确定 天王鬼是因为天王是周五王的一个护卫 然后他在帮助护卫五王进行了这个祭祀祖先的仪式以后 然后五王给予他的赏赐 他拿这个赏赐铸造了这个天王鬼 以记载这次功劳 所以是选择天王鬼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天王鬼 所以我们祝贺场上答对的选手 王寻 赵培 申申 卢维同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难 很难区分 但是我开始编一些小段子来记了 就是这个天王鬼 我记得就是蜗牛花花告诉爸爸 就是他有那个像蜗牛一样的图案 是要告诉先祖胜利了 用了这种奇怪的记忆方法 那你记利鬼的时候是怎么记的呢 利鬼的时候就是很凶的样子 然后要利 就是有点谐音梗不太好 就是要推动这件事情一切顺利 因为深深带过很多的小学生 对 带孩子们的时候 得编一些非常地有趣的方法 让他们深入浅出地了解一些知识 当然关于这一件宝物背后 肯定是有很多可以说到的 无论是利鬼还是天王鬼 我们接下来就请专家老师 就这道题来给我们说一说 有请 这两件器物非常容易搞错 但实际上在文物学也好 考古学也好 同气研究过程里也好 这两件是非常重要的 西周初年的 我们叫做断带的标准器 它们一个特点就是 上面是一个轨 下面有一个方方的座 你看这两件器物 长得几乎差不多一样 但是它两个之间 主要是在明文上 有非常大的内容 记载的不同 利鬼是记载着 武王伐咒那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边 碰到了一种木星的 叫做上中天的这样一种天象 而没有像大风鬼 我没有把它叫做天王鬼 这样的一个事 它记载了很多 在武王伐咒以后 它们举行祭祀 举行各种典礼的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认为 它是周代 周初最早最早的 这样一个器物 它有一些商代的特点 但是它已经进入周代以后 它成为了我们断带的标准器 确实因为我们知道 武王伐咒在中国历史上 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是在青铜器出土之前 很长的时间里 我们只有古代的文献资料 去说明这段历史 但是等到青铜器出土之后 我们终于有了食物的印证 那天钟 我好 好